男人手臂被钢门夹住 疼得他呲哇乱叫 不停地喊着救命 可突然 男人吓坏了 难道钢门要吃着自己 他使出吃爷爷的力气 不但没有作用 还彻底激怒了钢门 钢门瞬间吞噬他整个胳膊 关键时刻 同伴小白纹身赶了过来 可钢门夸插一下 死死拽着男人的胳膊 不断地游走起来 这也太可怕了 眼看男人就要凉凉 同时两人抱住男人 拼起全身力气 这才把陈豪揪了下来 可让他们大吃一斤的事 陈豪已经没了胳膊 居然被可怕的钢门吃掉了 然而诡异的是 陈豪一点痛感都没有 这把从医80年的大夫都整不会了 更诡异的是 陈豪完整地断臂 正在以每秒800米的时速 快速地慢慢向前爬行 我的妈呀 吓得陈豪赶紧点了赞和关注 并把胳膊放进箱子里 难道胳膊有自己的生命 就在他们满脸问号时 胳膊在四处摸索 好像想表达什么 随后递给胳膊一支口红 只用半年时间 胳膊就写出两个汉字 我的妈呀 结果没点的就吃伤了四叠菜 而另一边发生了更可怕的事情 男人觉得眼睛里有什么东西 结果下一秒 我的妈呀 男人的眼球差点崩了出来 这也太诡异了 他闭上眼睛由小手搓了搓 希望让眼球恢复正常 可让人没想到的是 居然没有任何作用 他连忙又使劲揉了几下 妈妈咪呀 眼球竟然跑到了另一边 然而更诡异的是 眼球竟然自己跑了回来 下一秒男人不受控制 用机器打印出一把A4 趁其不被对准的同事 眼看同伴就要嗝屁 突然男人口吐白沫 全身不停的颤抖 光当一声倒在了地上 身体无法动弹 同时赶紧把他抬到了担架上 最后男人狂吐求饮 直接吃上了盒饭 这到底是怎么回事 最后他们想起断臂的提示 找到了一个定位装置 启动了瘫痪的空间站 通过导航 成功地定位到了地球 可就在他们庆祝时 男人手里的扳手 刷得吸在墙上 只要是纯银的工具 全都被咔咔地吸了过去 危急时刻 只好解下腰带才堵过一劫 而管子上的液体金属 也纯纯欲动 还没等他反应过来 就被液体嗖的抓住 没等到队友营救 旁边的煤气罐 砰的一声爆炸 瞬间忍燃了整个空间站 并且扎坏了船体 大量海水涌得进来 幸运的女人溃散里面 可缸门怎么也打不开 突然哭哧一声 海水瞬间冻住 就这样队友眼睁睁地看着 女人变成了老冰棍 随着一个个意外的发生 空间站只剩下两人 也联系上了地球 他们驾驶飞船离开这里 然而就在穿过大基层时 一个叫怪物的怪物突然冒了出来 它张开比嘴还大的嘴 对两人不停地嘶吼 影片到此结束 那么你才会有什么样的结局呢 欢迎评论区留下你的看法 千年巨猛想吃掉大唐天子 危急时刻 牵手观音死死抓住巨猛身体 没想到巨猛十分生气 对佛像大吼一声 接着哭指创击佛像 顷刻间佛像破碎 然而让他想不到的是 佛像还能自我修复 创破的胳膊瞬间复原 巨猛见状 直接欢欢出九头蛇 吐出一米多长的舌头 全都穿着穿着向佛像发起进攻 突然大佛睁开眼睛 手握舌头轻轻没用力 就让他们无法动弹 下一秒就把巨猛捏得洗碎 变成数以万计的渣渣灰 原来这个佛像非常灵验 不仅能保护大唐子民 还能保佑看视频点赞关注的人 身体健康极强如意 这时佛像又出现两个大字 漫天彩衣洛长安 不见当朝天子还 这是暗示皇帝该死了 而他不知道的是 这一切都是小人的阴谋 有人在利用佛像搞鬼 此时不但让众人都相信 宁菩萨能降妖出魔 还能普度骤声 之后所有人都开始信奉尼普教 这导致名不撂声 孩子饿了吃不上饭 直接白送给有钱人家 这一幕被陈好看在眼里 他觉得这事肯定不简单 一定要查出真相 经过多方打听 终于得到尼普村的地图 于是他连夜开着飞机 来到目的地 而这里显得十分诡异 村民全都目光带滞 像是中了鞋一样 更诡异的是 他们半夜还在工作 对于他这个陌生人 村民根本看不见 就连给他一袋money 男人都毫无反应 这时钟声响起 所有人都像僵尸一样 走进漆黑的山洞里 陈好肩壮脱掉衣服 也混在他们中间 看见佛像后 他们全都跪在地上 一无所愿 诸如成神 尽无心疲 献上血液 说完咒语 所有人都不受控制 双手放在佛像身上 然而诡异的是 当陈好把手放上去 瞬间就划出一道口子 随后就出现了幻觉 只见佛像伸出巴张大的小手 快速向他袭来 他赶紧从幻象中挣扎出来 却被人发现 见自己身份暴露 陈好不想恋战 搜了一箭 就把黑衣人射倒在地 可他刚逃到门口 又被一群黑衣人拦住 打动中他掀开坏人面纱 发现竟是宰相手下 为了活命 他只能跳下万米高的悬崖 等第二天陈好醒来 发现在一个陌生的村子里 而这里的村长 也早已发现佛像的秘密 并且研制出解药 男人知道真相后 马上带着解药回到长安 准备救全城的百姓 很快又到了尼浦教祭祀这天 天子在奸臣的蛊惑下 带着文武百官和百姓们 对佛像跪拜 当把手放在尼浦身上 宰相转到手中全杖 就听到尼浦像开口说话 原来宰相要做皇帝 就在这时陈好拿出炮筒 把解除幻象的解药射到空中 宰相见自己的好事被破坏 搜了就先出真神 用全杖施法 让所有人出现幻觉 这是一只可怕的怪物 从城墙外突然出现 并对他们发出猛烈的攻击 所有人吓得都在躲避 只有陈好知道这只是幻觉 并没有理会 而是直接冲销了坏人 一箭披掉坏人脑袋 怪物也瞬间消失 这时佛像露出笑容 长安城也恢复了繁华的景象 那么问题来了 你觉得佛像真的会显灵吗 关于频率区留言 几人被困水箱密室 房间里涌入大量淡水 瞬间淹没了西蒙斯 男人以为是幻觉 可打开灯一看 我的天呀 这是谁的脑子漏水了 男人来不及多想 唰的唠了起来 此时水位快速慢慢的上涨 是有全都慌了 不知如何是好 这时卷毛突然指向左边 说对着管子可以呼吸 几人夸的全跳下水 只剩陈好一人 很快淡水淹没整个房间 男人缓顾四周 深吸一口气 一八米每秒的食宿向肛门有去 另一边 他们拆下了不要钱的花洒 拧掉多余部分 塞进从来没洗的麻桶里 另同插进嘴巴 暂时解决了呼吸问题 而陈好已经来到门口 他想拽开纯铁的肛门 却没有任何作用 没办法他只能另找出口 终于游了一天后 他发现眼前的镜子不一样 于是他固定好自己 转起拳头抡了上去 果然在陈好的努力下 玻璃轻松被打破 所有人都被冲了出来 让人没想到的是 这竟然是一场特工考试 如果不过关 他们不仅会被淘汰 有可能还会死亡 第二天陈好醒来 发现自己被坏人绑在铁轨上 可怕的是 这种一辆火车快速驶来 我的天哪 吓得男人拼命挣扎 就在这时 坏人开口问道 你们的老大是谁 眼瞅着火车越来越近 男人彻底崩溃了 大喊点赞关注 可下一秒 刚才的坏人却变成了特工 而陈好有了狗头的保护 并没有伤到一根头发 就这样男人轻松的通过考试 另一个队友 面对如此危险的困境 不仅交代了所有 就连老大有几个老婆 老婆哪里好看 都说得清清楚楚 画面一转 一场更刺激的考试开始了 这是最疯狂的考试 万宾高空男人直接跳下去 其他几人健壮 也全都哗哗哗的跳下去 我的天哪 现在我点了赞和关注 然而更可怕的是 降落伞只有五把 也就意味着有个人必死 突然他们快速下坠 眼看离地面越来越近 就当小老头等着吃息时 正好建议几个人手拉手 来减慢下降的速度 但总有胆小的人提前打开了伞 很快又一个 下一个 我的妈呀 只有不到一千米 老头紧张坏了 到底谁会被摔死 危急时刻两人互相抱在一起 彼此互相信人 在快落地的最后一秒 正好打开了小美的降落伞 还好他们安全落地 这次考核只剩下两个人 很快就迎来最后一轮考试 如果能通过 将会拥有年薪五百万的收入 可老头让他把狗杀了 陈豪结果手墙 毫不犹豫地对准了惊八 此时惊八的眼神里 写满了放过我两个大字 最终陈豪举了三天一夜 也没吓得去丑 而随着一声枪响 另一边的小美通过考核 正好因为自己的善良 最后遗憾出局 那么问题来了 如果是你会选择杀害小狗吗 感谢观众淡胆 下期见 拜拜 男人晕死过去 却被一头猛兽天性 猛圈的男人瞬间猛圈 他想沾掉眼罩干掉猛兽 可下一秒瞬间让他哑妈待住了 我的妈呀 吓得我腿肚子都出劲了 只见悬崖下面深不见底 而他抬头一看 发现降落伞挂在树枝上 危急时刻 他赶紧想办法自救 可悬崖上全是厚冰 于是掏出小李飞刀 插进唇皮的布鞋里 随后咔嚓一下 小刀狠狠插入冰面 双脚固定住 男人使出吃爷爷的力气 快速的慢慢向上爬 本以为两年后能到山顶 可突然飞刀锻炼 男人唰的直接掉了下去 这时枯木 也因为巨大的冲击力出现裂缝 眼看木头就要舍了 来不及多想 他赶紧用小刀割断绳子 就在最后一秒 男人终于割断绳子 才勉强躲过一劫 这也太刺激了 然而还不等他高兴一秒 接下来的处境更加危险 这时他发现山羊老师 竟然搜的跳过去 成好瞬间领悟 也学着山羊的样子 咔嚓趴了下去 用五只死死支撑住身体 男人之所以掉不下去 是每次看视频都点赞关注 然后一厘米一厘米的挪动 谨慎的向上爬去 很快他爬到破顶 可还没等他好好谢谢师父 突然冰块快速滑落 关键时刻 男人爆发出洪荒之力 搜搜搜的两下踩着师父身体 哗的就抓住了牙顶 虽然他已经筋疲力尽 但始终不敢松手 好在拼尽全力马上成功 可前面居然出现一只绵羊 快速走到跟前 还没等他反应过来 猛羊就给他致命一击 我的天哪 正好差点嗝屁 这把男人彻底激怒 等猛羊再次进攻 他死死抓住绵羊的牛角 吓得绵羊汪汪止叫 不断的连连后退 正好也借助羊的力气 把自己拽了上来 那么问题来了 男人为什么这么厉害呢 这是最快的变眉方法 女人把身体全都抛在乳霜里 连眼睛也没放过 日瓶乳霜钻进她的眼睛里 尽管脸蛋已经被刺激的通红 可她还是张大嘴巴 硬生生的坚持了下来 时间后等女人泡完 身体发生了巨大的变化 就连走路的姿势也变成1米5 1米6 让她大吃一惊的事 不仅西班牙变成了西班牙 就连天生的兜肌眼 也恢复了正常 你敢相信就在刚刚 女人还长这副模样 在戴上9块9的耳环后 艾娜像是憋了一个人 这也太诡异了 这天她意外得到这款乳霜 看到别人涂在手上 还一脸享受的样子 她情不自禁地学了起来 可没一会儿 安娜脸蛋就变得通红 没办法她只能快速离开 到了晚上强烈的搔痒 让她睁着眼睛也睡不着觉 这时电视机突然自己打开 里面正在介绍这款乳霜 说乳霜产生的搔痒是正常现象 说明要长出新的皮肤 感觉越痒效果越好 主持人还说出安娜的名字 女人对此深信不疑 又网勾了一大箱 偷偷放进地下室里 随着乳霜用的越来越多 她的皮肤几乎都变成红色 并且还出现了貂皮现象 然而她还坚持使用 安娜就像中了鞋一样 再次来到地下室 诡异的是乳霜已经变成人形 不管安娜做出什么动作 假人都跟着照做 就像她的影子一样 女人并没有害怕 而是上前握住假人的双手 慢慢地贴了上去 随后安娜像丢了魂一样 这才引起老公的主意 她希望女人停止使用乳霜 而安娜却认为 老公是她变美的绊脚石 于是哭斥一下家中男人的脑门 随后又抡起斧头 咔咔地砸了下去 此时女人为了变美 已经走火入魔 她再次找到假人 跟着来到浴室 这是假人插的瞬间融化 变成一缸的乳霜 安娜赶紧脱掉外套 直接躺了进去 彻底和乳霜融微了一体 经过一天25个小时的浸泡 安娜好像脱胎换骨一样 迈着自信的步伐走了出来 她快速截掉身上的乳霜 看着QQ弹弹的皮肤 安娜开心地露出西班牙 随后剪掉黑色的长发 再涂上多巴胺美甲 戴上纯金的野耳环 最后再涂上口红 我的天哪 安娜瞬间变成最美的女人 而她的老公 则被女人做成标本 一直看着淡淡电影 那么问题来了 你相信乳霜能彻底改变一个人的容貌吗 欢迎评论区留下你的看法